詞曲 李宗盛 陳偉媛 李宗盛 陳偉媛 李宗盛 陳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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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幾位社福界的現境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各位能夠過時間來跟我們座談 這個長照的議題其實是我們長期的關注的議題 尤其是民進黨在上一次執政的時候 在2006、07 年的時候 有一個十年長照計畫的提出 很可惜的就是在2008以後我們沒有繼續執政 所以原始的規劃者跟後來的執行者沒有一個連結 所以我一直感到很遺憾的就是說 這個長照體系的建構 如果說我們持續的執政的話 其實到現在應該有大概五六年了 應該有一定的規模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 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說 我們整個長照體系的建構的速度 其實是不夠快 那如果速度不夠快 投入子資源沒有做相對的配合的話 其實很可能你就是在一個小規模的原地踏步 有時候會陷入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在內部討論了很久 我覺得這個長照體系的建構真的要一氣呵成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縮短長照體系整個體系的建構 那我相信在過去的這段時間我想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社團 有很多的協會 有很多的非營利機構的公益團體 都投入在這裡 所以我們也應該累積了一些經驗 我剛才聽大家都有很多累積的經驗 所以這個經驗已經累積到一定的層次 我們可以加速長照體系的建構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2012年我們在執政的話 我們第一個就是要加速長照體系的建構 那我們這個10年長照 我看了一下那個計畫 大概是10年裡面 我們總共編列了800多億的預算 然後是每年逐年增加的 那我覺得我們的希望是在將來的4年 能夠加速它的建構 至少在4年之內有它的基本結構的出現 那這個讓後面的要再繼續持續往上加的時候 它後面就比較容易再加進去 那換句話 你必須要在4年裡建構一個整個的體系 而且要有一定的規模 那有一定的人的投入 然後在這個基本的規模跟這個基本的體系中 我們在慢慢地再把它 在每一年在後面再把它持續地把它擴大 持續地加強它的功能 所以我的計畫是我們4年加速進行 在4年裡面我們投入400億 那你剛才講到的是說 有錢沒辦法花 但是有錢沒辦法花是因為你投入了不夠多 所以你的小額是沒有辦法花的 但是當你投入夠多的時候 它整個體系的建構速度它會加快 所以這個事情我絕對不會把它放到地方政府 所以這整個事情就停頓下來 那我們地方政府的裁員是真的很困難 那所以我們這個問題 老實講還是要中央政府挑起責任 所以我們會在中央政府 有一個長照體系的特別任務小組 就直接介入 直接來負責這整個體系的建構 所以剛才講的 你的裁員的問題 還有一個最重要 你的公共空間的取得 你這個公共空間的取得 如果沒有中央級的部會 出面去整合這些公共空間 找出你所要的公共空間的話 那真的就是做不出來 因為現在公共空間 有的是地方政府的 有的是中央政府的 鄉鎮公所 它是各級政府都有的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整合的機制 快速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地點 那如果說有土地使用上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也快速地解決 因為我到這一陣子以來 我到很多地方去 看到很多機構的用地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用地的問題 只有中央政府可以馬上有效地解決 所以不論是在資金 就是財務的支撐 因為財務它必須穩定 你沒有財務穩定的話 老實講你真的留不住人 你真的留不住人 那你又必須跟其他商業的服務機構去搶人 就像你講的這種情況 所以你必須 而且老實講 照顧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也照顧過我的媽媽 所以我知道真的很辛苦 你真的很希望有人接手一下 這個心情我真的很懂 所以不論是整體體系的建構 財務的資源 土地跟公共空間 因為這個成敗就在公共空間 我們不可能把太多的錢 去買土地徵收土地在哪裡 一定是用現有的公共空間 你才能快速地建構你的體系 所以這個公共空間的整理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我們有一個整體性的 中央級的任務編組 來快速地建立 因為我的想法是 很多政府的建設 或者是像這種基礎工程的建設 不能拖 一拖成本就越高 而且效益就沒有 但是你把它集中在一段時間 集中你的人力物力去做的話 那速度做得快 而且做得有效益 那最後就是這個人力的資源的問題 上一次我們執政的時候 應該是在十二所大學裡面 有設立老人照顧系 那我相信還有很多的社工人員 其實台灣社會其實需要很多社工人員 只是我們很多受社工的訓練的人 他沒有放在對的位置上 而且政府整個體系社工人員 就是配置不足 我們必須要在整個政府體系裡面 去找出這些社工人員 可以扮演的角色跟位置 跟他必要的預算使用 那這些人 其實也一定稱呼要專業化 一定要有證招制了 因為老實講 他們的照顧 不會比護士來的 專業的要求 不會比護士來的少 那你對待老人 身心失智者或者身心障礙者 其實你在照顧他們所需要的專業 其實是更多的 我看過陳姐的機構裡面 他那個吃的東西還要按照不同的人 食的習慣 那個碾碎的程度還都不一樣 所以他還是有很多很多專業的人員必須要投入 所以證招制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情況 這些是我們準備要投入 而且政府的行政能量 政府的財源 政府的人力的投入 還有公共空間的投入 我們也希望四年之內可以做一個基本的配置 最重要的 其實偏遠地區就像自來水跟電燈一樣 你就是政府一定要投資 它不像都會地區是有人願意做 但是在偏遠地區 我們必須要政府投資來做 但是偏遠地區的公共空間使用 取得其實是比較方便 那我們也希望在我們現有的行政結構裡面 去找出在每一個地方負責的單位 那我的想法其實跟大家一樣 就是一個多元的體系 你從機構到社區到居家的照顧 其實它是有好幾個層次不同的照顧 而且也有不同層次不同的類別服務的提供 所以這套體系其實是蠻堂雜 也需要很多人的投入 你設計得好的話 它可以是不貴但是服務品質很好的一個體系 你如果設計不好 它就是很貴 而且不好用 而且你越來越不想用它 你就去用外勞 所以這個我們都持續有個壓力 也就是外勞兩萬塊 就是我們在建構長照體系裡面 最艱困的那個挑戰 但是我們用外勞沒有給團席服務 其實也是不符合人道的要求的 所以我們將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體系 把這個也納進去我們整個長照的體系 那我們先做四年基本的建構 然後我們後面再把它擴充 至於失智者的納入長照體系 這個我贊成 因為它真的很需要 真的很需要 剛才不知道哪位先進講 這個 就是說 通道有問題的比好幾 對 因為他常常蠻調皮的 有時候他情緒不穩定 那個在處理的過程中 其實他更需要有專業的人的耐心 所以我是覺得是說 這個問題老實講是一個決心的問題 再困難也要把錢抽險 再困難也要把每一個問題都排除掉 如果沒有一個中央政府的專責機構 再短時間把它建構起來 我們就日復一日就這樣拖下去 那在體系裡面的每個人都很痛苦 提供服務人很痛苦 使用人也很痛苦 那唯一的出入就是外勞 那但是問題我們這個國家 不能長期的都使用外勞 而這個國家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人都可以投入在這個長照的體系裡面 其實他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 對他來講也是一個工作 那換句話說 在建立長照體系的從事 我們也創造了很多工作的機會 而且是專業工作的機會 對台灣來講 其實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真的非常感謝說 在這個選舉的後期 各位還可以來跟我們座談 但是至少解了我心中一個結 我經常在家裡做功課在想說 當年我們設計的長照體系 現在都已經怎麼了 後來我就再請我們的幕僚 再把它整理一遍 那我們再內部討論一遍 我們也覺得是說 如果按照原來的十年期程 真的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 那我們就把它縮短期程 集中所有國家的力量 把它做起來 那這個過程中 我相信要很多人的參與 那有經驗的人的參與 是非常非常重要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剛剛的說明 我想多說一句話 那作為主席的幕僚 主席大概是有看過第一位 親自主持 許許多有關長照 這件事情的會議的這個領導人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其實感受到 蔡主席對長照服務現狀的問題 她細心的了解 那她也告訴我們 要有決心要來突破 那四年內 就要打造一個基本的系統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是非常高興 各位團體來跟主席交換意見 我想因為一個進步的社會 這個長照的一個建構 其實不是只是滿足需求人 它其實涉及每一個人 我們都可能 有這樣的可能使用到 那一個進步的社會 是不需要親身經歷 但是每個人都可以設身處地 有這個同理性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一個交換意見 也希望說社會共同來凝聚這個共同 以後蔡主席當選總統之後 我們也歡迎我們所有團體 繼續的來給主席 應該會常常會面 能夠給主席更多的建議 好 那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各社團今天的出席 我們全都可以回來了 我們來看幾個日子 都在出席 我們今天開始 我們分享給主席 我們一邊全面的 我們希望各個都可以 可以通過